所以中共的戒选恐怕有 最后这几天 结果这次挑五月天啊 对最后这几天我们要小心的 其实是中国的戒选 那我觉得这次挑五月天 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 也就是说只能说共产党 这个如果照现在路透社报道说 是中宣部主导的嘛 只能说中宣部的人 没有学到2016年周子瑜的教训 周子瑜追出不少教训 你知道吗 2016年在那个事件之前 其实台湾除了说最流行的 一些比较年轻的朋友 其实一般人是不太认识周子瑜的 虽然她是我们台南的 一个很漂亮的女生 但是周子瑜是那次 因为她长期在韩国发展嘛 周子瑜是那次之后在台湾爆红 我还记得选前一个晚上 当天我在友台做live的节目 那天live节目是到半夜12点 大概在快11点的时候 周子瑜被逼着道歉 那个面容憔悴的影片 好心疼 当时姚立民老师就坐我旁边 姚立民老师来说 去他的中华民国 也就是说 国民党那个时候 是完全不敢讲话的 所以造成那次 你看民进党第一次国会过半 蔡英文也赢了 好这次如果是五月天呢 基本上我觉得五月天 不会屈服于中国之下 所以周子瑜的情况不会发生 但是这个动作的过程 它其实已经让台湾很多人 重新回忆起2016年 也就是差不多八年前 将近八年前的故事 那这个对中国是有利还是不利 不利 我认为是绝对不利的 可是因为他就没有办法坐在那边 忍受 所以他就一定想要干预干预干预 这次跳五月天 你也好啊 你知不知道五迷有多少 而且你知道五迷不是只有年轻人 对 他跨过甚至到现在50岁以上的人 都还有人是五月天的迷哦 是五迷哦 你是说我吗 好啦我说我啦 那好昨天在证件会上 三个总统候选人都有讲话 那很有趣 三个人虽然看 今天我看有媒体标题 三个人同身谴责 但是其实程度上是差很多的 我们看赖清德 凸显对岸 不择手段 借选英语给自己人的民主 而非干预台湾 这个讲得很直接 对不对 侯办假设假设 如属时强烈谴责 被迫表态无助于两岸交流 柯文哲只有一句话 若属时严厉谴责 会离台湾人民越来越远 所以他们两边都说 搞不好不是真的 对 所以他意思是说 路透社在做假新闻 请问全世界 那国台办当然有否认嘛 对不对 国台办当然不会承认 对 就我 当然要否认嘛 对不对 好 那我们这边是讲说 侯办的英文新闻稿 暗指路透社刻意散布假讯 我觉得侯办真的很不光明正大 他们两个稿耶 AB版耶 他的中文稿写的四评八文 但是他英文稿最后一段夹了一句 而且上面有写Rooters 他直接把路透社这个媒体名字写出来 这么强烈的指控 路透社可以告他了吧 路透社应该懒得跟他一般计较 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 其实态度很清楚 这个是来自于我 因为路透社这个消息人是来自于我方 对 他不是来自于中方 那你说好 民进党有没有必要去操作这种事情 我认为以目前这个民调的趋势 完全没有必要 对 完全没有必要 因为我现在是领先嘛 对 领先我就没有必要去操作 因为这是一个险棋嘛 没错 好 那如果说这 而且依照中国过去的前科 中国干这种事情很正常嘛 全世界 你讲给十亿人听 我跟你讲 九亿九千九百九十九万 人都会相信嘛 所有的演艺人员到中国去表演干嘛 他都会干预 前一阵子不是有杨成林 杨成林也被他们调查 对啊 然后五月天我也要调查 然后查了半天没查出结果 所以难免让大家觉得说 你真的在戒血 而且你不觉得这个事情 梗其实铺很久吗 对 它是先有人跳出来指控五月天假唱 就是唱对罪 然后开始中国的官方媒体 开始去批判 然后说 这个不行哦 这个视同诈欺哦 要调查 要调查 然后最后报出来 原来是要用这些手段 逼五月天表态嘛 那这道理很简单 那五月天现场演唱会 我记得他们每年跨年 都会在高雄唱 对 在台湾听过五月天现场演唱会 应该有几十万人 累计下来 他们是不是假唱 是不是唱对嘴 去听过观众朋友 都知道嘛 就不是嘛 对 所以你何必用这种方法 而且从昨天这件事看出来 侯友宜柯文哲 他们因为知道我要选票 所以我不能不谴责 但是他们的谴责呢 其实是高高拿起 轻轻放下而已 了解 感谢连晃 注意到这个部分 而且他们就 不敢对中国说重话 这个小方要先补充 因为这次中国的戒选 可以说是更细腻 而且力道更强大 对 很讨厌 你看看 我们有一位 他已经去登记 要成为总统的候选人 但他的企业在中国被查税 对 那跟他后来退选 有没有关系 我们到现在 没有得到当事人的证实 但有没有查税这件事 有 有啊 那他被查税 会不会影响到他的股价 会不会影响到 他的公司的所有的员工 会不会影响到 他所有的利害关系人 当然会嘛 那所以这一组候选人 他的副手 还因为他去放弃了 美国的国籍 然后他不能选 现在还有多少人 当时是帮他去联署 现在被关起来 甚至于还交保候船 那这个难道不是 中国戒选的影响 所以你 侯友宜 你会那么天真吗 所以你 柯文哲 你会那么天真吗 认为说中国不会戒选 然后侯友宜 今天竟然透过中国时报说 路透社是引用 民进党内部官员的消息 来报道 那证据 从何而来 民进党要拿出证据 他叫民进党 叫你们要拿出证据来 这不是很奇怪吗 人是中国杀的 为什么民进党要拿出证据 你应该是要好好问问 要关系 最后还讲得很恶心 很好听 五月天是台湾人之宝 我们要好好顾五月天 这个真的 也难怪 有些人真的是 就国中生那个事情 你拿国中生这个事情 那套用侯友宜的话 侯友宜对中国的态度 那我们以后国中生 进入到学校以后 大家都去签两岸一家亲 大家都去签这个和平协定 那国中生 大家每个人都会放下刀鞋 然后每个人都会成为 好兄弟姐妹 我们都不会有干哥 干弟干妹 都不会有这种情况 这不是很幼稚的一件事情 这不是很扯的一件事情 不过我还是要回来一句 侯友宜跟柯文哲 两个人可能都忙着 在经营他们的事业 然后在规划他们的家族 要如何跟人家谈 要购买人家的地皮 然后以及农地 要如何能够越病越大 所以才在这些事情上面 认为中国都是和善的 依翔要民进党要负责 有我会亲自负责 我会亲自负责 就是揭露真相 那真相是什么呢 我觉得今天非常可耻 是说你看国民党 跟国内办的论书 几乎是完全一致的 就是不是检讨 中国的所作所为 而是去检讨消息来源 这些事情是非常非常可耻 但是同时也是彰显说 他们根本不了解 外媒怎么运作 因为今天早上 就有一些外媒的朋友 资深的记者 就有直接联络我 表达对于国民党的新闻稿 表达高度的不满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污蔑了 外媒的查证专业 以及独立的辨识能力 那为什么要特别这样强调呢 以路透社为主好了 路透社为例 路透社是一定要经由 三方三层的查证 他们才会愿意 刊登重大的消息了 那其中必须来自 完全独立的消息来源 也就是说什么 你去看他的内文 其中一项是来自 这个情知的报告 第二项他有说 是来自两位不具名的 台湾政府官员 但第三项他说 是有一位消息来源 是直接知情的 而且直接了解状况的 那后来我问了一圈 这个人这个消息来源 是完全跟政府 一点关系都没有的 所以基本说 外媒为什么会受到 这个抨击 就是说你今天不去检讨中国 而是去检讨我 但我是去揭露中国的所作所为 我是去揭露中国在戒选你的状况 那你身为台湾的最大在野党 难道你不应该表态吗 难道你不应该叫习近平 不要再介入台湾的选举 跟台湾的民主吗 舍不得 结果你舍不得 你不去做这件事情 你说路透社是假新闻 我觉得大家看了都会非常不满 所以这件事情我相信 还会有后续的一些动作出来了 因为我不认为这么多外媒看到 国民党这样子的作为会接受的 没错 对于说国民党这样子的抹黑 我想势必会有一些反其作为的